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家昨天開始的 應該算前天吧 開始的新活動啊 復仇者聯盟系列的迴力車 然後總計是六款啊 分別是 古魯火箭碗熊 美國隊長蜘蛛人跟鋼鐵人 還有這次出來的復仇者3的反派啊 薩諾斯啊 然後依據 全家們不沉穩的規定就是 如果你一次買像這樣子 一個圓箱中和啊 他們應該就是會幫你配成一套啊 應該是這樣 那不要有意外的話 應該不會有問題啊 總計六款 然後應該後面還會有吧 還會有其他 因為全家們活動 都會推出第二波第三波啊 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就直接拆給大家看啊 其實我覺得這系列還算不錯啦 第一個是 我摸不出來 因為好像 單單車款的話 這應該是火箭碗熊啊 它沒有死 它沒有死 是嗎 對是火箭碗熊 第一款是火箭碗熊 第一高點 這個系列是 400點 加 89元 就可以換到啦 有興趣朋友可以先去換啊 這是火箭碗熊 側面是這樣子 前面是這樣子 注意看 那是他們那個應該是 鸚鵡號吧 鸚鵡羅號 側面這樣 然後碗熊本身 公仔的部分是可以旋轉的啦 塗裝也還算OK啦 公仔本身可以旋轉 後面是這樣子 這是火箭碗熊款 然後繼續拆 電影的話 再等兩個禮拜就可以看 看到其實也蠻不錯的 然後這一款 應該是鋼鐵人 是鋼鐵人 鋼鐵人側面是這樣子 前面是這樣子 注意看他脖子部分 好像有點長耶 而且鋼鐵人這一款 說真的我覺得還蠻素色的 就除了紅色跟金片以外 其實感 感覺還蠻素色 而且我塗裝 注意看這邊有點 液 液色的氣泡啊 有點可惜 塗裝不是好 後面是這樣子 前面是這樣子 這是第二款的鋼鐵人 然後這一款 剛忘記先摸了 這一款是美國隊長啊 然後變胡子大叔款啊 側面是這樣 前面是這樣子 然後盾牌變成在這裡啊 其實他在 復仇者3裡面 已經沒有拿這個圓盾了啦 也有小道消息說 應該在復仇者3 或4系列 美國隊長應該會退休啦 預計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 上面這樣 然後這邊有他的標誌 那個A啊 然後盾牌這樣 而且注意看他的盾牌 好像不是很圓耶 我不知道我這一款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 美國隊長 然後 再來是第四款 第四款摸起來 應該是 格魯特 I'm glue 是嗎 會不會有摸錯 欸不是喔 欸是啊 是格魯特 欸我以為他 整隻是灰色 整隻是木頭 結果打開後發現 他並不是整隻木頭 他只有前面這邊是原木 後面是咖啡色啊 然後 後面部分其實是灰色的啊 我好像有點誤會他 前面是這樣子 他臉還蠻好看的 格魯特這款還蠻好看的 側面是這樣子 後面這樣 上面看這樣 格魯特 然後再來應該是剩蜘蛛人跟 蜘蛛人跟薩諾斯 這款我摸出來了 這款是薩諾斯 痴情男子漢薩諾斯 欸他這款非常的 我只能說他這款真的很有誠意啊 我很蠻喜歡他這個 金黃色的黃金拳頭啊 側面看這樣子 然後注意看他那個 大拇指有做出來 他是那個 他的 無線手套啊 然後可是他下面有偷料 注意看下面是偷料 欸所以他們下面都有偷料嗎 欸好像 只有這一款有而已 其他款平底 喔鋼鐵人的也有偷一點點啊 薩諾斯 滅霸族的薩諾斯 上面是這樣 然後 六個寶石都在上面 薩諾斯的臉感覺一點 感覺有點哀怨 不知道我這一款為什麼會這樣 那最後一款應該是蜘蛛人啊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們全家本身的活動啊 他有些商品他們贈送的點數會比較多一點點 不用像本人這樣子 每次買東西都幾乎是照實買啊 有些東西他好像加購還會另外再多送你一些點數 有愛的朋友可以真的可以稍微留下 然後 欸蜘蛛人這一款比較特別耶 蜘蛛人他們這一款 除了蜘蛛人本身又還另外有附上他們四個那個 所謂的小角膠嗎 蜘蛛絲的部分嗎 蜘蛛腳啊 蜘蛛腳的部分是硬殼的喔 這點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蜘蛛人這一款他就另外再給你裝這個啦 其實裝這個有沒有裝這個 我覺得好像沒所謂 隨意裝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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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好了 應該是四 所以之前蜘蛛爪子的部分應該是一樣的 側面這樣子 前面上這個是硬的喔 這跟平常那個不一樣 頭一樣是可以轉的 上面這樣 後面這樣子 這個系列目前總計是這六款啊 然後他還有另外還有安全帽跟浴巾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啊 這系列應該還算蠻不錯的 有點是 他們也是回力車啊 RQ車 有愛的朋友可以去買